您也提到就是说 它是比较多元化的 那土耳其总理那个是显然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反应 但是我们知道比如像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是比较克制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批评的态度 那这个我想问跟911以后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在反恐方面 以反恐为理由在对新疆的问题进行打压 那么对尤其是对新疆的 他们自己所说的这个恐怖活动 或者恐怖组织进行打压 那么您认为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是使新疆人在国际社会 在对抗中国的方面和西藏人相比 他们得到的国际同情要少一些 您认为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也许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中国的政府的采取的措施 这次也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看这个反应又不一样 而且美国方面呢 西藏的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也很谨慎的 就是说就谴责两边的这个暴力 我们非常谨慎的这个 并不是说每一个哪一方面是比较错误的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但是美族人普遍是认为 中国是把这个恐怖活动或者僵独 所谓僵独是作为一个理由 来对新疆人进行打压 那不代表你有没有 这个基督所知道的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后来那个基督 你说新疆人说的没有根据 还是说中国说将冥在新疆 我说好像据我所知道的 那个新疆的这些 那个所谓的那个旗路时间 是跟那个有组织性的 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组织 是没有关系的 我到现在为止 我不信 我不信 你说那个新疆跟那个西藏 这些情况是不太一样 首先那个新疆没有一个 像那个大莱拉玛 在那个国际舞台上 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一个代表 同时的话新疆作为一个区 或者我们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 跟西藏的也不太一样 新疆从文化 民族历史方面 很多那个西方的那些观察人士 都觉得是有一定的理由 说应该是个独立的国家 新疆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这个原来是沙漠和绿洲 从来没有过那个国家的那种地位 所以在很多美国人的那个羡慕当中 他们对维吾尔族有兴趣 可是很缺乏了解 而且这个情况是搞不清的 好 在最后还有三分钟时间 请你们两个回答一个问题 那么史博明先生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在中国今天我们知道 除了这个比如说像新疆 维吾尔人和汉人的这个冲突以外 中国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不管是出于经济的利益冲突 还是政治的利益冲突 那么这个矛盾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那么中国呢 虽然现在有很强大的公安武警力量 来把这些灭火 对 一处就灭下去 但是它总是 政府总是处于一个守势 那么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要解决中国 这些此起彼伏的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 经济矛盾 你认为中国政府 有哪些方面 你觉得是最应该做的 来从根本上 来减少这种社会矛盾 社会冲突 第一我觉得从根本解决不太可能 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但是没有美国那么多 中国的老太 对 你看我们还是有 所以这个 而且经济发展得这么快 一定会加深这些问题 各种问题 我想 我也不能说中国政府应该这个样子 或者那个样子 一般的来说 它应该保持弹性 而且碰到一个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 怎么样对付这个问题 所以小数民族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镇压 这个主流的这个政策 实在应该重新的考虑 改变 对 反思一下 对 反思一下 所以我觉得 所以有这么一个原则 他们应该采取 具体说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 这样可能 好 戴博最后一个问题问你 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国在处理 不管是西藏骚乱 还是新疆骚乱的时候 一般在对付外界批评的时候 都会说 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个话 那我想问一下 在全球化和这个新兴媒体 兴起的今天 还仅仅说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你觉得这种话 是不是显得故事 中国面临的那个难题 跟美国面临的难题一样 作为一个大国 在那个经济 媒体全球化当中 没有任何纯粹的内政 根本没有 你在国内做什么 都是跟你的国外的 染色力 或者公共关系 有直接联系的 所以你不能进去 那个自我封闭 现在没有纯粹的内政 不存在 没有这个事 那他说 你不要来批评我 你不要管我 那他说 我从政策层面来说 你不要干涉 我从政策层面来说